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韩敏俊老师 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 111学年度学测数学A 单选题第五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它是一个关于背试定理的问题 它说某个地区有30%的人口感染某种传染病 接下来快筛试剂可以将染病的人 判为阳性的几率为80% 将未染病的人判为阴性的几率则为60% 也就是说它会有误判的情况 为了将低误判率 专家建议连续裁检三次 接下来它我们计算两个几率 第一个几率P 是单次裁检判为阴性的人当中染病者的几率 第二个几率P'则是连续裁检三次 皆判为阴性的人当中染病者的几率 最后它要问的是 P'分之P最接近下列哪一个选项 就像刚刚提到的 这是一个关于背试定理的问题 既然是背试定理的问题 我们当然要画一个树状图 来帮助我们了解 首先根据题目 它说当地有30%的人口感染这种疾病 因此胃感染者就是70% 接下来我们进行裁检 染病者当中裁检为阳性的人 为80%的人口 那么判为阴性的人口就是20% 胃染病者判为阴性为60% 因此判为阳性就是40% 我们树状图画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计算几率P 几率P是在单次裁检为阴性的条件下 去看染病者的几率 所以我们的分母要放的就是 单次裁检为阴性的几率 而分子则是染病者 而且裁检为阴性的几率 我们先计算分母 分母单次裁检为阴性 我们可以分为 染病者而且裁检为阴性 跟未染病者而且裁检为阴性 就像树状图上面的黄色部分所示 我们将这些几率相乘相加 得到30%乘以20% 加上70%乘以60% 接下来我们来计算分子 分子为染病者当中 裁检为阴性 因此我们只需要专注在 树状图的上半部分就可以了 我们将30%乘以20%放在分子 经过计算得到P为1 8分之1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P'的计算 P'是连续三次裁检 都是阴性的条件下 去看染病者的几率 所以分母为三次裁检 皆为阴性的几率 而分子则为染病者 而且三次裁检 皆为阴性的几率 因为我们要连续裁检三次 所以刚刚的树状图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继续进行第二次裁检 跟第三次裁检 那由于第二次跟第三次裁检 阳性阴性的百分比 会跟第一次一样 所以我们就直接往后写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一样 先来计算分母 分母三次裁检皆为阴性 同样分为上半部跟下半部 如同树状图当中黄色部分所示 我们将这些几率相乘相加 得到30%乘以20%的三次方 加上70%乘以60%的三次方 接下来我们来计算分子 分子为染病者 而且三次裁检皆为阴性 所以我们就专注在树状图的 上半部分的黄色部分就可以了 我们将这些几率相乘 得到30%乘以20%的三次方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64分之一 因此我们的所求 P'分之P就是64分之1分之8分之1 也就是8 因此这一题的选项 我们选择选项2 以上就是111学年度 学测数学A单选题第五题的解析 谢谢大家